這邊是仿寮鄉的四線道 往村莊方向的龍山路上 這裡有一個柏爾路的修補工程 修補工程是好意 但是呢 卻沒有任何的反光裝置以及LED提醒燈 我剛剛開來的時候差點撞上去 我車上有老婆有小孩還有剛出生的baby 如果出事了誰要負責 如果是鄉公所所做的工程 或者是您私人所做的工程 拜託行行好 放個提醒的裝置 LED燈也好 反光裝置也好 總之你放個提醒的裝置在那邊 大家都不會撞上去 各位相信要注意行進這個路段特別小心 如果真的發生車禍的話 這是非常危險的